好 接下來帶您來看林楊佩珍的回來了 在今天早上七點多呢 他們跟這個射箭還有羽球隊的台灣代表 一起反抵國門 那麼其實大家都很多的親友團跑來接機 也非常開心 他們還在這個機場舉起了布條 要大家繼續幫中華隊加油 而事實上呢 這個麒麟這一次可以說是二連霸 衛冕了羽球男雙金牌創下歷史性的紀錄 這一次回來的一舉一動將受到矚目 雖然呢 李楊說這已經是最後一五要高掛球牌了 但是呢 接下來他還是會跟王麒麟 一起來參加台北羽球公開賽 也就是呢 九月還有機會能夠看到林楊佩 那麼賽後李楊就要正式退休到國立體育大學當副教授了 而我們關注的這個台灣羽球天后小代也在這一行人當中 這一次呢是他的奧運生涯最後一五 雖敗猶榮 而且當時他在場上跟強勁的對手也是好友 依色農相擁而泣的畫面 令台灣人相當感動 還有台灣的羽球一哥周天成呢 這一次也在代表隊的成員當中跟著一起回來 還有一個頗受大家注意的奪牌猩猩就是李孟遠 他在這一次巴黎奧運的男子定向飛把項目摘下銅牌 也是我國射擊項目史上首位站上奧運頒獎台的選手 讓全台灣人都非常